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他的报告中主要讲述了斯蒂尔档案 他说斯蒂尔档案是2016年攻击川普的通俄门事件 现在证明都是假的 但是尽管认为都是假的 全是编造 包括川普跟俄罗斯妓女等等故事 而编造虚假的一切都来自于英国跟美国的情报机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情报机构 但却没有任何人为此付出代价 而他们编造的一切是为了攻击川普 攻击川普 达到了他们隶属党派的 而攻击的本身是假的 一个国家的被属国家的机构攻击一个政党的竞选 一个美国总统竞选者 却不为此付出任何的承担 其实这是美国现状 而这个我们看到在华盛顿的司法系统 对与斯蒂尔档案相关的 通俄门事件相关的交叉 区率调查当中 我们看到的就是没有任何人承担责任 都判那些人无罪 人说那是陪审团判 对不对 人都坏了 那就这样 所以这是一个不可拯救的事实 在司法的角度 已经逃避了惩罚之后 哥伦比亚公司释出了整个这个内容 说这些东西都是假的 所以主流媒体呢 要吸取教训 营造这些虚假的东西 但是呢 在2016年并没有帮助希拉里打倒川普 都是聪明人干的事 对不对 你的败落的一切 你的虚假的一切 你的造谣的一切 你的这些东西都是没有道德的 他没有任何从道德上去讲述 却从以道德之名 意思就是说我们干失了手了 那川普就做出了回应 认为呢 其实当你这样承认这一切是假的时候 同时也就佐证了2020年美国选举的大选的不真实性 他被掩盖的一部分 那当然左派媒体又不承认了 所以但是川普完全不放 就是完完全全就是你们从来没有改变过 2016到2020大选 现在你拿出来 因为今天哥伦比亚公司拿出来 现在是2023开什么玩笑 对吧 从2016到2023死多少人了 死了多少人了 对不对 意思就是说时间老长了 你做这些东西什么目的 你自己的意识形态 你自己的定位根本没有改 你们就是共产党 你们就是马克思主义 所以共产党跟马克思主义只有被消灭 只有被灭掉 不用期待他们改变 其实我以为这就是这么一个故事了 那左派媒体的做法有他自己的虚假的成分 在我坚持认为是虚假的成分 因为你看看共产党的高官 共产党高官没进城 没有不换老婆的 习近平的妈也是习重心进城之后 娶的女学生 当时齐心是女学生啊 他们大批都换女学生 那党的领袖是流氓吗 没有 他不需要流氓 他只要往那一坐 就有人把女人送给他 就送给一个妈 就这故事 对不对 你能说他是流氓吗 你见过谁光屁股了 没有 他需要强奸吗 不需要 他需要送上来 对不对 说我想吃包子 你想吃哪种包子呀 对不对 灌汤包 想汤包 狗不理包子 狗不理包子 现在都是假的 很多都是假的 狗都不理的包子 你能送给我吗 人家得这么说 所以这是左派做法 这是左派做法 这个东西就是他的生命定位 意识形态就是生命定位 其实下背 什么意识形态 不就是意识形态 就是反神的 反自己神性的 他现在的文化人 叫意识形态 在我眼里 你基本就是骗了 那意识形态 你听懂吗 对不对 意识形态 意你个大头鬼 反神的 脑子里灌的 就是肉 肉的就是意识形态 对吧 那神性的 灌在脑子里了 那就是神性 就是道德 川普 以媒体的做法 而进行了猛烈抨击 我们主要跟大家分享 是川普的态度 因为这个东西一直在持续 川普2016年的竞选活动 跟俄罗斯连成了乱七八糟的东西 所以现在都是假的 哥伦比亚新闻评论 进行了18个月的调查 18个月才 表示很详细 川普抨击了他们的失败 而这份的 他们的失败 腐落 败落呢 又导致了2020年大选的结果 那这里面主要是抨击了 斯蒂尔档案 那斯蒂尔档案 跟媒体是营造在一起的 所以有些人可能会把说 这就是美国自我修正的过程 修正你个大头鬼 对不对 态度和蔼可亲 对吧 只出错误 完全承认 具体行动坚决不改 这个 川普强调 今天对2020年选举 产生了巨大影响 这是他们盗窃选举 欺诈选举的方法 之一 真正他们在证明自己的腐败 证明自己的那种 那种背弃 它叫觉醒 其实是背离到底 那证明自己是极其激进的 那极左势力夺得了2020年选举 那这一事实不可能被称为 简单称为大谎言了 因为他们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真正的共产党人才这么干 所以这是川普 应该非常明确的把极左势力 党派极左势力 称为马克思共产党 那斯蒂尔 他下面就陈述了斯蒂尔的故事 这东西都就无所谓了 然后怎么乱七八糟 怎么造假的一切 哥伦比亚新闻评论 将这些总结为叫现代媒体的失败 那不是失败 是你们故意作为的 对不对 是故意作为的 有着自己卑鄙的目的 那川普提到说 华盛顿邮报 失败的纽约时报 众多假新闻的主流媒体 传播的谎言 虚假的信心 毫无任何新闻诚信可言的描述 而美国的情报界 却认同这一份最虚假的营造 用来攻击川普 所以这是他内容 基本上报道内容是这些内容 那怎么说呢 这就是美国的乱象 我以为你可以把它看成 是美国左派的衰败 因为他跨渡的时间太长了 跨渡了七年 跨渡了七年 在这七年当中牵扯的太多都是极左的媒体 极左有名的媒体 有名的势力 那哥伦比亚的评论的 这个人叫杰夫说 纽约邮报的鲍博 告诉我 对这个俄罗斯新闻调查不好 他认为作者跟观众被欺诈 而这些本身又都是欺诈 那个报部本身已经被川普告告到法院 告五千万美元 因为他是靠写川普 这些年来主要是靠写川普 来赢得他的名声 所以这就其实是你可以说是左派内讧 怎么样讲都可以 但这种现象就是 他的表现出来现象就是 从2016川普开始选总统 一直到现在 众多老百姓看到的 你所信赖的媒体都是欺诈者 就这么回事 一个欺诈者的忏悔 一个欺诈者的忏悔 忏悔的本身就是欺诈 你觉得可能吗 我个人觉得那是很正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